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你們介紹的是X5 然後它升級的是無線科技的安卓機 那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它是在它原車的畫面 那我們要怎麼去安卓 點一下 這個就是它安卓的畫面 那回原車呢 就是一樣從旁邊點一下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安卓的部分 然後只要你的手機分享網路給它 那你就可以用像YouTube啊 或者是聽一些下載APP之類的 然後我們先介紹就是大家都會用到的 我們的話呢是使用樂客導航網 好 那樂客導航網呢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直接突資下載 好 你也不用再拿記憶卡 再去存突資啊 然後還要再回原廠啊之類的 那我們裡面呢也有那件 測速照相在這裡 在這裡 好 那它裡面的選項就是也蠻多的 有固定式啊 有東西行車距離自己穿紅燈的 很多的測速的東西 好 然後呢 它除了說有導航的系統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套 Google地圖 那Google Map的話 跟我們的YouTube 它都是可以做語音的搜尋 金箔先生車用品 在語音辨識度上也是非常的快 好 那這個是Google Map的部分 那其實你也可以看到說 我們選擇有很多種就是APP可以去操作 那也有回商店你可以自己下載 就比如追劇啊 或者是你要看一些其他的東西都可以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這個車主它有裝我們的第四台 那網路電視網路電影可以觀看 那其實網路電視就是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像家裡的第四台一樣 它的台數非常的多 可以去做選擇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選項蠻多的 其實有像 額頭的 然後 體育啊 就是可以 蠻多種可以去選的 好 這個是第四台的部分 那再跟大家介紹一個功能 欸 我們先看一下YouTube好了 我們的YouTube它是做背景播放的 好 那它也可以深入那個就是 幫控制院 亮的畫像車 好 好 方控的話也可以支援 音量的大小聲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剛剛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子母分屏的部分 從上面的小視窗點開 然後你可以點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你一點要點 好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做子母分屏的部分 那假設我現在是要看導航的部分 或旁邊頂開 好 所以其實操作上都蠻順暢的 好 那我們也有幫他拉兩條USB 好 所以如果說你有習慣在聽你USB裡面的音樂或視頻 你都可以觀看 好 那它還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有非收旋鈕 然後它的非收旋鈕是可以使用的 在這裡 好 你幫我拉後面一點點好走 好 我可以這樣子去做旋鈕 好 好 運用車子進去 然後我也可以用非收旋鈕 好 好 如果你要回主頁呢 這邊有一個bag 可以返回 那再來呢 就是 老航 好 點一下 所以等於是說你車上的 安靜你可以做使用 那我們的安卓機也可以用喔 好 那 再教一次怎麼回原車 就點一下 好 然後回安卓 點一下 好 所以 之後如果有X5的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跟我們做聯絡喔 好 對 來 好 謝謝